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格外努力的庞泊 大家好 我是庞泊 一会儿直升上来不要这么夸 好不好 我在上面听的时候总有一种 你们全程在听刘老师上课是吧 我们课间的时候偷偷来讲几个脱口秀的感觉 今天跟大家聊点轻松的话题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位家庭成员 我去年呢养了一只小猫 你们有人养猫吗 可以鼓个掌吗 真的很可爱 我的小猫真的太可爱了 它刚来我家的时候只有这么大 然后头就占了身体的一半 一头身的小猫 我发现一个规律 小动物是这样 头占身体比例越大越可爱 不信你想象一下成鹿跟梁海鸢 是不是莫名其妙成鹿可爱一点点 而且养猫让我发现自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外貌协会 当时我去猫社老板在那介绍 说这个品种就是长得一般 但是性格很好 很粘人 这边这个就是脾气差点意思 但是以后就超可爱 我当时就说给我来这里边 那个性格最差的 我要那个最孤僻的那只 我老婆当时就笑了 我说你笑啥 她说这跟我当初选择你的理由是一样的 而且养了猫之后 大家养猫的朋友都知道 你很快就会体会到一种 当父母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发现我如果真的做了父亲 我一定会是溺爱孩子的那种父亲 你知道小猫来我家第一天我就开始不对劲了 我现在在家发出那种可爱声音的频率 比小猫高多了 经常就是小猫正常的趴在那吃个饭 我就在那 喵喵喵 这是谁家的小猫咪啊 你知道那个猫就跟看变态一样 看着我说你自己都会你买我干啥 而且就像父母一样 我还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打扮她 根本不理会她的想法 我们给她买了好多小衣服 你知道我家小猫现在有 可以穿成小狗 可以穿成小猪 可以穿成小恐龙 她甚至还有一件小猫的衣服 一个帽衫 帽子一摘还是小猫的 谜底就在谜面上 我还拍了好多 她穿着那个小裙子的照片 发到了我的家庭裙里边 我说你看可爱不 结果我妈发了一张 我小时候打扮成 白雪公主的艺术照 你小时候也很可爱啊 我说好了好了妈妈 不要说了好吧 想你了 过来再回家 帮你把手机格式化一下 其实养猫来说 就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刚刚好的程度 就是我需要付出的感情很少 但小猫对我的陪伴 是恰到好处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现代人压力 就是太大了 养狗对我来说 都有点太热情了 狗就是特别主动 你知道你一回家 狗已经在门口等着你了 回来了 玩会儿玩去 出去散步 别坐别坐 走啊 又可爱又烦人啊 跟一个精力充沛的小北一样 而且我觉得小猫之所以 这么可爱 就是因为不会说话 所有负面情绪都很萌 你想如果小猫会说话 根本没有这么可爱 是吧 我在那 我说这是谁家的小猫咪啊 他说我都相当于 人类45岁了 你叫我小猫咪 叫咪哥 我给他穿了个小狗的衣服 他说你咋想能给你哥 穿这玩 你是真的狗啊 就算我带他去医院 我在那鼓励他 我说你个男子汉 做个绝育手术 有什么好哭哭啼啼的 可是绝育了 我还怎么做男子汉啊 喵了个咪的 我觉得这也是 这也是我们人类 不可爱的地方 你知道吧 人会说话 现在不管你上网 你干点啥 你都能听到一万种 反对你的声音 一句顶一万句 你在那发个自拍 他问你 你穿成这样 你爸妈知道吗 你发个脱口秀 他说你这个东西 哪是好笑的 哪怕你看个刘更宏 都有人问 你每天这样跳 膝盖不会坏吗 过两天是不是 就要直播带货圈钱了 你穿成这样跳 你爸妈知道吗 你知道小猫 欧阳小猫 它给予我这个 慰藉最多的时候 就是今年春天 我们所有人都在上海 当时我跟我太太 两个人我们关在家 全靠这个猫来抚慰我们 我俩就是 七乘二十四小时的 撸小猫 歇人不歇马呀 都快给它撸成乌猫猫了 我觉得当时 小猫是我们家 最想出门的人 要不我找个猫 咔上班吧 人家还管饭呢 不过也是因为 小猫能让我在那个时候 拥有很多平静的时刻 我经常就是 自己在沙发上 这样靠着 然后小猫 在我身上趴着 那个时刻我就感觉 世界上所有事情 都不重要了 哎呀 又有明星 他防了他呗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 是吧 核酸要过期了 不出门了呗 无所谓 错过就大会 只有4.8分 我们活该 随便毁灭吧 我觉得 小猫至今也不知道 那段时间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他也不知道 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是 小猫真正可爱的地方 如果我们做不到 互相理解 至少可以不要互相伤害 谢谢大家 谢谢团伯 三 二 一 请缩票 龙 你养过宠物吗 我也养过猫 我很喜欢那猫 然后我管那个猫 叫不出我儿子 是公猫 然后后来发现我鼻眼 我就给它送到家里去了 然后过两天 我就发现我妈管它 也叫我儿子 我儿子突然变成我哥了 我说妈 你不能这么叫 然后我妈现在开始叫大孙了 但猫确实很治愈人 像你的这段表演一样 是 庞博是上一会儿从天花板上被比下来了是吗 是 是是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这个电梯挺有用啊 上上下下的 怎么办 要第五次冲击半决赛了 对啊 每年都要冲击一下 习惯了 习惯了 要是冲过去后面还有稿吗 没有 我早就没有稿了 小猫这个也是现写的 创作起来也其实挺难的 因为在这么激烈的过赛程中 讲一个可可爱的东西 就快乐一些 刚刚送走我的大国仔 大家肯定也是内心有很多的不舍得 但是就觉得合并呢 大家看透就不是为了开心吗 国仔不是为了大家快乐吗 我觉得庞博说小猫 这事特别靠谱 因为它会四两拨千斤啊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比赛感觉一定要说一什么 什么特别怎么着 它突然说这个 就特别有 好多人就非常公明 一开始庞博说的是 它跟猫的关系 接着的话呢 它又拉出了一条狗 它比较它跟猫的关系 它是另外一条思路 我觉得这个是创作者的 一个智商的表现 谢谢 我给潘博分享一些简单的东西吧 其实呢除了小猫啊 小牛也很可爱啊 就像经典选用的约百分之一 珍稀娟山牛 产好奶 争作有机奶行业天花板 牛呢咱是没有条件养啊 但经典捐身有机奶 可以多买两箱 好吧 谢谢庞博 三个拍灯 六票 大家看一下 第六位将要前往半决赛的演员是 就是他 就是庞博 我觉得庞博是肯定会进的 因为庞博的现场效果和反应 包括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觉得他肯定当时能进 当时就演完就是觉得 已经基本上该讲的都讲出来了 就是该 所有的表演都已经是几乎最好的表演了 对于这篇告子来说 那就怎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因为庞博 我今天的表现还挺可爱的 就是可能跟他以前形象还是有出入 而且他就是很细 他能够从一个小猫的这个段子去扩散到一个更大的主题 我觉得这个是他很神奇的地方 也是他特别棒的一点 我觉得唐老师太厉害了 他那段真是演得很好 就是从表演技巧上来说真的很厉害 要过我就做不到 加油 继续写吧 来吧